世界卫生大会WHA将在5月18号举行线上会议 我国因为防疫有成这次能不能够获邀参加呢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了 能否参加得取决于194个会员国的决议 不过目前已经有两个国家提案 将会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讨论 那么由成员国来辩论 台湾是否能够参与的议题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目前还没有收到WHA的邀请函 就算能够成为受邀团体 也不见得能够发言 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律顾问索罗门呢 在之前的记者会上就说了 49年前也就是1971年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那一年 联合国就决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 而且这个决议直到今天都还有效 对此陈时中也打脸表示 这是官僚士的回答 而这个回答起来有字 但是是不负责任的 WHO应该要因应国际的现实状况 有责任做出处理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台湾防疫有成全球有目共睹 而即将在18号举行的 世界卫生大会WHA 这回已经确定 以线上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 外界关注今年防疫成绩亮眼的台湾 能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呢 WHA的邀请我们到现在 没有受到时间变短 所以是有邀请的国家或地区或团体 都不见得一定可以发言 尽管台湾是否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 是要取决于194个会员国的决议 不过目前已经有两个国家提案 要让我国加入 更将在会议上 辩论我国参与的议题 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法律顾问索罗门 这句话强调49年前 就已经决定 中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 更引发讨论 这是一个官僚式的回答 49年龄就决定了这个回答 好像说其来有志 那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答案 指挥官陈时中也忍不住反击 不论台湾能否登上世界卫生大会 但这回在防疫的表现上 已经是世界有目共睹 记者众报道